嘿 我是芬姐 你是不是对越来越逼近的会考感到焦虑呢 你是不是对自然科冗长的题目和复杂的图表感到苦恼呢 今天芬姐又跟大家分享 如何准备生物会考 让大家增加自信心哦 Let's go 生物科在自然考题占了四分之一 大约十五题 总共有十个单元 每个单元都至少会出一到两题 近几年生物科命题的趋势是 第一个 文字叙述长 第二个 图表题多 大概在自然科里面图表题就占了四分之三左右 第三个因为每个单元都考 所以它只考大观念 还有同学要注意就是 其实54题的题目当中并不是每题都难 它不会把难一题混合放 1到20题是相对简单的题目 21到40题是中等的题目 40题之后就会是稍微偏难的题目 48题到54题左右 这一段就是阅读测验题 阅读测验题当中也有难有意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放弃 第四点 实验题不可以忽略 同学要注意实验的目的 第五个 着重生活的经验跟实事 同学如果没有这些经验的话 他就用比较长的文字 来说明这些题意 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同学千万不要紧张 先把最后一句 他想要问的重点 先看清楚 再回头看文章 你会相对觉得简单 首先我们来看去年的题目 这是41题 我们说40题之后 就会是稍微困难的题目 你看在制作面包的过程中 可添加淀粉酶 脂肪酶和蛋白酶等酵素 表6是四位同学 对于三种酵素成分的说明 注意他考的是成分 所以酵素的成分就是蛋白质 这一题答案直接选 猪蛋白质 其实题目非常的简单 放在难题里面 你们觉得不合理 可是这一题的答对率 全国的通过率才41% 很多学生 答了A跟B 他们误以为 淀粉酶就是淀粉 蛋白酶就是蛋白 所以这题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观念题 再来一样是去年的题目 43题 已知人体代谢甲物之后 所产生的寒淡废物 会运送到乙器官中 转换成尿素 所以问你 甲乙是什么 甲我们说含淡废物 就是由蛋白质分解后产生 那么乙器官会转换尿素 那就是肝脏 所以这题答案选猪 这题的全国通过率更少了 只有37% 非常多人回答C 蛋白质肾脏这个答案 所以很多人在尿素转换的 这个器官就搞错了 这是107年的题目 题目很长又有图 将种有植株的两相同盆栽 分别放在甲乙两个独立的黑暗房间内 光源摆放在不同位置 照射植株 经一段时间后生长状况如图 各位你看这个光源的位置 光源的位置 那在黑暗房间内 植物金会有相关性 所以它往下生长 往上生长 若此时把光源移开 注意这个光源移开 在经过一段时间后 观察金的生长方向 你预测金会往哪里生长呢 你看光源如果不存在 不存在的时候 植物的金只剩下什么性 背地性 所以它们都会向上生长 所以答案选A 这一题答对率上只有27% 没有耐心看完题目 光源移开这个文字叙述 没有看清楚的话 就会选错答案 然后认为相关相关生长哦 所以你看非常多人呢 达到猪这个答案 所以你只要看清楚 看仔细 这题你就会对 再来你看107年的47题 某一性状由体染色体上的 一对等位基因所控制 大A显性小A隐性 经有一对夫妻子性状基因 皆为大A小A 在不考虑突变的情况下 他们小孩的此种性状 可能会有几种表现型 很多同学看到这题 就立刻在那里画 齐盘方格 然后很自然的选了3 嗯 结果呢 题目问的是表现型 其实表现型就只有显性跟隐性 所以这题答案是 B通过率不到40% 所以其实你只要把题目看清楚 好 定义搞清楚 你就会对 5届分类呢 它除了是分类概念之外 它还可以考细胞结构 以及呢 它在生态系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呢 我们在这里画一条线 好这条线以下呢 代表着原核生物 以上呢 就是真核生物 那如果呢 我在这里画一条线的话 上面三个 都是属于多细胞生物 但是注意哦 有一个例外 那么就是酵母菌 它是例外的 还有呢 它还可以考细胞壁的有无哦 那我们呢 就是在这里 把它们圈起来 除了动物界 跟原生动物之外 其他的生物 它们都是有细胞壁的 只是细胞壁的成分 稍有不同 最后 在生态系的角色里面呢 这个粉红色的圈圈 到这个原生动物 以及部分的原核生物 它呢 是属于消费者 中间这一段 植物界 再加上藻类 以及蓝绿菌 这一段呢 它们属于生产者 最旁边这个菌物界 加上黏菌 水霉菌 以及部分的原核生物呢 就属于分解者 OK 所以呢 在营养方式上 它们有做好了区分 从去年开始 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要戴口罩 最严重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新冠肺炎 那新冠肺炎的病原体呢 就是这个COVID-19 它属于病毒 好 那注意病毒是没有细胞的构造的 所以 它的外壳呢 是蛋白质的外壳 中心是核酸 那核酸呢 就是RNA DNA 也就是遗传物质 那它比细菌 还要来得小 好 用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得到 它在单独存在的时候 没有生命现象 属于绝对寄生 它一定要有寄组 它才能够活下来 好 那介于生命跟无生命之间 所以它不属于 无界分类的任何一界 第三个 病毒常与疾病有关 常见的有流感 SARS 以及艾滋病 还有今年的新冠肺炎 那关于今年的这个时事题呢 去年因为没有考 所以同学多留意一下 最后祝大家追分成功 超越C赶过冰 追上A 加油